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要来开箱一款特别的游戏 合金弹头觉醒 它是SNK正版授权 天美工作室全新研发的横版动作射击手游 原汁原味忠实还原原作经典元素 包括角色、武器、关卡都会出现在游戏内 此外合金弹头觉醒 进行了最新技术的革新 包括视觉上的画质提升 让过往像素时代的局限做了突破 更让体感上的操控流畅 让玩家不只玩得到经典 也享受到颠覆性的激斗快感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有哪些吧 合金弹头觉醒还原了部分的经典人物 它的角色共区分为两种类别 分别是特战型与火力型 特战型的特色是能给予自身及队友额外的增幅能力 也具有范围控场的效果 大多数的人物都属于此类型 而火力型顾名C就是具有秒杀敌人的强大输出能力 此类型的人物较为稀有 至于人物的取得方式 有任务取得 特色玩法取得 活动取得 以及挖宝取得等方式 同个人物重复取得 就会获得人物碎片 可以用来提升人物的军衔 开启更多的能力以及战术 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游戏画面 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功能表现 像我画面中使用的人物哈兰 他就是属于特战型中的大范围控场英雄 简称胡子大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看一下我精湛的操作技术 那我一枪一个小朋友 火烤小鸡 帅气的二段跳来回 再跳 稳 没事这游戏掉下去他也不会重来 不用担心 稳的 你们看我现在使用的武器是一个冰冻枪 他在游戏里面除了人物本身的武器之外 还可以在关卡中获得各种特殊的限定武器 每一个都有具有强大的能力以及伤害力 像这武器可以冰冻的 有的是可以焚烧 有的是可以把怪物直接射穿或是贯穿能力 然后在你的右下角人物大招满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开启大招 雙天动土 直接秒杀一切 然后右上方有个人物投向队吧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关卡中自由切换队员 引一副各种难缠的角色 然后遇到这种看这个 当你遇到这种没穿衣服的囚犯 记得要前去搭救啊 因为他会给你各种的补给物资 可以帮助你轻松通过关卡 好Boss出现 现在我使用的就是火力型的英雄 叫做斯嘉丽 像火力型的人物他在游戏里面是算是稀有的 当然非常的高 这只又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之一 因为他的大招超级想看 直接无限连断排球 秒杀Boss 这就是斯嘉丽火力型英雄的强大之处 跟刚刚的哈兰比起来一个是控场 跟范围攻击这个是直接单体秒杀 合金弹头觉醒 他的武器种类非常多 武器类型包含了重机枪 加特林 火焰炮 火箭筒 重型狙击枪 喷冰枪 连击物弹枪 拳击枪 还有飞锯发射器等等 武器的属性则有弱点 重伤 灼烧 冰冻等 针对各类型敌人的装甲属性 使用对应的武器克制 跟队伍成员间相互搭配 就可以打出更多有效的输出 武器方面 每一个类型的武器都有各自的特点 你要配合升级跟升星 来获得更多的能力加成 取得武器的时候 也可以开启装备的图鉴 获得额外的能力 简单来说 我比较喜欢的武器搭配是 高射速的重机枪 加上火力强大的重型狙击枪 最后再搭配 能够给予范围伤害的连击雾弹枪 或者是喷冰枪等 至于武器的取得 可以透过关卡取得 任务获得活动以及挖宝等方式 大家要尽可能将各种武器都收集齐全 合金弹头觉醒 他的玩法也不少 除了原本的横向闯关模式之外 还开放了三个全新升级的战斗玩法 像现在画面上这个追捕计划 就是首度引入Rod-like的元素玩法 每次通关后可获得三个能力强化选项 可以选择每个人偏爱的战斗风格 玩出不同的技能花样 像这样过关之后 你可以选择三种技能中的其中一种 追捕光卡往后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能力加成 甚至你可以把原本的技能升级上去 让每一次这个技能 在不同的关卡都会重新重置 让你每一次体验都有全新的感受 第二个玩法就是联合行动 它就是一个组队副本的玩法 可以和朋友组成三人小队 在限定时间内挑战各关卡Boss 你可以透过创建组队跟世界配队的方式进入副本 进入关卡前会让你先选择天生技能 你也可以看到其他队友选择的技能 在游戏中可以不断的使用 新手玩家会建议选择补血 能帮队友维持一定的生命力 组队过程中不用等待其他人的速度 你只要够carry的 你可以一个人一直冲下去 只要没有全面都可以安全通关 算是蛮好玩的一个副本 它的第三种玩法叫做迷城挑战 这个挑战为一种极致生存赛 在无限弹药及超高射速之下 玩家想办法逃离迷城的束缚 由于在封册中 我的进度还没开启这个副本 所以只能等待正式开FOR再去体验啦 他除了以上这三种玩法 还有许多其他小品游戏可以玩 我也保留一些让你们自行去探索 既然是封册啊 当然免不了要来 稽查一下这个游戏的商城扭蛋系统啦 在商城里面有许多特惠的商品 包含礼包跟成长基金 还有手除优惠等等 好了 他的扭蛋系统叫做挖宝 透过消耗铁膏来获得宝物 铁膏可以透过关卡取得以及课金取得 封册中能让玩家体验的只有 武器装备还有人物抽脚等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 这个抽奖的过程吧 实际上的内容还得等正式版游戏开发款为主唷 找到了 想订阅吗 哼 不是機會 經過了幾天封測的遊玩 我簡單做個總結 合金彈頭覺醒是一款充滿回憶又休閒的手遊 它的操作性因為經過了全新技術的革新 虛擬搖桿的移動十分流暢 不像以往只能前後左右上下等死板方向移動 並且可以透過二段跳跟切換人物等方式來躲避傷害 當你玩得夠順手時要無傷通關也不無可能 所以操作性部分我給它五顆星 娛樂性因為是封測 所有的關卡跟玩法都是不斷刷新內容 目前的遊玩體驗是不錯的 很好的紓壓跟打發時間的遊戲 娛樂性部分我給它四顆星 至於社交性呢 它雖然有傭兵團組建跟社交廣場還有組隊關卡等 但在封測中比較難感受到玩家之間的互動 可能要等正式開服後才能重新體會囉 社交性部分我給它三顆星 再來是時間花費的部分 一般關卡一場大約落在三到十分鐘不等 要看關卡難度以及通關速度而定 整體來說是很好掌控遊玩時長的遊戲 不需要綁定大量的時間 所以時間耗費部分我給它四顆星 最後的耐玩性部分 因為是在封測玩起來特別的懷念跟創新 操作上也能得心應手 還有很多新的系統沒有開放 可能要等待之後摸索再來給它更高的評價 所以初步我給它四顆星 最後這款遊戲 我覺得它是經典再加上一些神話故事的背景 讓遊戲的豐富度大幅提升 敵人的類型也從原本的機械感添增了更多的魔幻色彩 像是人面獅神、蛇神、法老王等特色敵人都不斷的出現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這類型橫向手遊的玩家 應該會迫不及待想要體驗看看吧